現在香港有一件事很缺乏的,叫Common Sense 如果政府政策時時都是用一些迂迴折曲、指鹿為馬 透換概念的方式來說,大家當然不明白 這是政府的責任,不可以說你不明白,很複雜的 那就不說了,是嗎? Hello,大家好! Hello, Hello! 因為燈光有些鬼異 為什麼我不明白 又來了 沒辦法,又來了 今天是2016年,11月21日 今天是問候日 怎樣問候日 就是世界問候日 糟了你 糟了你 你老美 怎麼樣? 伯母身體好嗎? 今天沒有... 好,非常好 有心 非常好 好,家父 好,好,好 這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日子 其實是真的? 在Facebook看到的 是不是亂說的 其實沒什麼所謂 經常都有的 什麼世界四波日 什麼國際糖尿病日 這些都是考納明目的 為了這個日子 這一天沒有什麼特別節日 跟情人節一樣 考納 情人節也考納明目 我覺得現在是 有什麼節日 過年都是考納明目的 難道你真的見過年獸嗎 不如我們開個新的節日 例如明天的就是 世界五穿底褲日 好啊 不適應他 那不穿底褲日 夏天好些 夏天才做節日 不穿底褲日 不帶Briant我覺得好些 好像有的 有了 有了 已經有了 所以我打算整個不穿底褲日 那或者 都可以 或者搬東西不帶套日 可以嗎 整個世界不穿底褲日 可以嗎 世界不穿底褲日 都可以 不啊 我們不能夠這樣說 那你也要想一下 本身穿底褲的原意是什麼 不知道 穿底褲的原意是 被人脫 那譬如你說 不帶空為日 那他現在是說 要解放自己的 空暴嘛 那些女性 你覺得速博 我之前看到一個新聞 關於女人的問題 是 馬來蟲的時候 有個女人跑跑跑跑 扭M 然後她就說 記憶都扭M 然後她說 她特地不戴 不用衛生棉 為什麼 因為她覺得 男女應該平等 其實我們好像提過過 因為什麼事就突然提起M隊 你剛剛說起女性 那個是不是何色型來的 不要每次都扔到她 我剛剛想到 女友是一場運動 你先讓她跨了外面 不如你說束縛 穿底褲算是一種穿 不但我們要明白 之前有一批女士 他觉得空围是一种束缚,要解放 现在你提倡不穿底裤日 那你是不是认为底裤是一种很束缚的东西? 某程度上是 因为空围被人理解了一件事 譬如跟性暗示有关 是一种束缚,也是令人有一种遐想 而有些人会认为 为什么男人不用带空围 我就要带,我要带 他会觉得可能我要... 长帽带 遮住那一点,让他不要透出 主要是男女有别 因为女性有乳房,男性都有 但相对没有那么大 最多空肌,或者肥仔波 因为我很容易理解 男人的空暴不是一种性特征 你看到男人的空暴有性兴奋 我不管男也好,女也好 这个很个人 但女人的空暴会令到大部分人有遐想 这个就比较容易理解 现在你说不穿底裤日 那你不穿底裤是有什么 那个象征意义在哪里 其实纯粹... 任何的问题我们都要认真去讨论 我们不可以培养成一种 go up的习惯,你明白吗 你被人说我们的节目没有水准 很容易会 我记得有一天,黄元大一开始说 好像现在人们做节目了 第一句说什么,今天说什么 我们有准备 我也觉得这样很离谱 我当然知道他不是说我们 所以我们要加强 很入座 我给你一个节目 我想了 那脱底裤是什么象征意义 可以把你刚才说的解放空围的说法 可以硬撲到脱底裤的说法 即是只是女人脱 因为这些女性说 因为戴空围有某些某些的象征 我又可以把穿底裤 都是有这样的象征 所有的东西都是 你认不认同 当然是有人认同 有人不认同 等于你刚才说 说什么 我觉得自己还说大多了 我看你讲多久 刚才你说什么性征 为什么女人要大 男人不大 就是硬扭到要男女平等 为什么对女士不公平 却底裤是一样的 为什么男人这些底裤没有离事 为什么女人有 你在这里说 或者女人穿T-back 男人穿不了T-back 其实男人也有 男人也可以 接着很辛苦 接着很辛苦 所以这些都是 我觉得 我纯粹过来的意见 就是 都是纯粹 这么粗的说法 说真的 我要说 明天是不穿底裤子 是 不穿底裤子 随后说到 一点点 一堆你 是啊 又说 解除粗角 又说 那如果你真的有 走音 那如果真的有这一天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你需要和这个国际随 空为日 撞旗呢 不需要 双得抑张 更加精彩 那如果你说特意要撞旗 那不如是世界全裸日 不要搞那么多 不是 世界全裸日 不是啊 那你 不同的那件事 那个客人很狠 不是啊 你的声音 比较入咪 我一直听着你的声音 好像很奇怪 是啊 那 那 那就算了 好了 我们不要再说底裤的问题 尤其是 一讲吵架 我一直在想 嗯 其实歸紧究竟也是 神做人 出了问题 哇 你说这些 他做的嘛 女人有这些 哦 在他的立场来说 他这种说法是对的 是 那如果是这样 就是所有的问题 所以上次就公平了 当你女人有乳房 男人就有奔走 大家都是脚脚的 是啊 就是等于你说 你胸围固着球不舒服的 喂 我男人如果穿三个底裤 固着奔走 真的 是不是 真的 一样道理 因为我又听过一种 我有时候黏住了 又要摆一下 我有时候 我听过一种说法 就是 比如 男生强奸女生 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一件事 但是女生强奸男生 是一样相对难理解的事 为什么呢 逆痴漢 为什么呢 因为譬如你女生 你要强奸 我这样说 我这样说 你要成功到这件事 首先我都要勃起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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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我都勃得起 那你怎样去 去界定我 在那个状态之下 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呢 但是 但是有些人又可以 将这些说法 是 无限放大 如果男人强奸女生 那女生要濕了才行 不用 这件事 你知道的 不用的 其实 在某程度上 有些产品 是啊 那你一定有方法 但是你不硬 这件事就成功了 嗯 那你極其量 你也是非礼 你未去到强奸 即是未去到性交的阶段 那个地步 所以就说 那他拿其他东西去刺 我就另一件事 这个 这个就是另一种侵犯 那这个都要很视乎 去强奸的那个女人 她的质素如何 我认识就真的不行 如果真的 哇 非常好 这个比喻 这个就是 譬如 譬如 一个女孩子 我当你硬帅也好 伸闻结衣 我当伸闻结衣 譬如 她要告牧村托栽强奸她 你这样听这件事 你会觉得 合理 也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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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觉得 譬如 证中寂寅强奸她 会合理 譬如 一个 我又不想举一些例子 譬如 一个公认 一个很丑严的女人 牧村托栽强奸她 这件事是不合理的 叶楼 OK 这个例子好 这个例子好 就是牧村托栽强奸叶楼 这件事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 是的 那好了 那我又倒一会 如果你说 她说 申缓结衣 强奸 牧村托栽 你也觉得这件事怪怪的 不用了吧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高个高个不明 不用 但是叶楼淑宜强奸 牧村托栽 天路人怨 成立 天路人怨 但是叶楼淑宜 她可以很囂張地告诉你 她当时 撥起的 叶楼淑宜 上到法庭 叶楼淑宜就跟你说 牧村托栽当时对着我 是有撥起的 她现在先来跟我说 她不愿意 这根本就是诬告 她根本就是冤枉我 按照你这样说 其实男人才是弱势 在这方面 是啊 男性平权 是啊 是啊 那当然 一定会有一些生理学家 一定会出来说 其实撥起 都未必是处于一个自主的状态 嗯 那么大 不行吗 其实这个也很合理 是不是 你看着AV 就算你有多深无习念 你都会撥起的 笑不免 通常都没有习念 看得的时候都不会有习念 我通常一看就去了 那个线上赌场 就沉迷赌博 一看AV就沉迷赌博了 但是你知不知道 现在 那天是黄赌毒 现在在市面上 你下载到的AV 嗯 你有那个 有那个 有那个 广告 嗯 就是MPEG-4 我没有认识 另外 另外 不知道是什么 交友 那个网 有个什么 裸疗 是啊 是啊 通常 他的file format 就是AVI 哪一项 在于Mac user MPEG-4 会方便一些 嗯 就是去抖场 不要沉迷赌博 不要沉迷赌博 所以如果你说 一去到要说平权的时候 那其实 我们就黎民一点 因为在平权这方面 其实我很中立 嗯 我也觉得 其实男女平权 不是的 就是 阿癡癫癫的这个 例子很好 他说 为什么有什么意外发生 女人可以先走 嗯 不是 所以 所以就是这样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什么 这个笑点在哪 刚才我们说 男女不平等 如果站在强奸层面上 就是男性的弱势 是啊 那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 其实男女也不平等 为什么女人可以先走 男女可以留在这里 嗯 你 因为你某程度上 这个就是 我从原始点的角度去看 原始点的角度 那从来 红性 都是负责 但是我明白 我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他们现在 女性就不是这么想 是啊 不是 那你要压这个位 是一件事 不代表他压了这个位置 之后我们的责任可以减退 那又不是这么说 如果我对着一些 不是女权至上主义的 我会这样想的 但是如果我对着 何诗人那些 女权主义至上的那些 我不会帮他开面 就是真的摸起街上 应该我先走 当然了 你跟我一样 看哪里跑得快些 被老虎追的时候 是啊 平等 我让他 我去歧视他 我让他走 我去歧视他 但是 但是 在这个这么迂腐的社会里面 你不让他先走 我一定会被人罵 但是我没有歧视他 我过到自己 最重要是你留一条命 被人罵 我过到自己 做人最难是过自己 留一条命被人罵 这个我喜欢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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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遇到一个 有被老虎追 这件事 你能够被人罵 你是一种行为 这件事 是OK的 这件事 你死掉了 别人是 是啊 你救了很多人 但是你死掉了 死掉了 好像是雷锋 你立了多少 紀念碑都没有用 死掉了 你享受不了 嗯 嗯 嗯 我们又说回 那我说了20分钟 啊 OK啊 挺好听啊 挺有趣啊 这件事 反正今个星期没有什么发生 那上个星期 都是继续纏绕着 这个 今天加利大厦20周年 昨天了 昨天了 昨天 我不知道啊 我今天开Facebook才看到 我当时很小 印象都很深的 是啊 是啊 那上个星期依然是继续纏绕了宣誓的 嗯 嗯 嗯 是啊 是啊 那我们上个星期也有说到 就说 啊 死了 柔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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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我也记得这个图我出了一段日子 因为里面有很多人 是令我觉得有些不明所矣的 即是有些意外他们也想说 例如呢? 我帮他追过去 你要看? 包括有劳斯达、仇斯达 仇斯达即是陈吹 另外就是建吴 这个我比较奇怪 无网齋 我也不知道有些什么事 另外因为下面有部分人我都不认识 那我就不说了 那些什么天河名人 那些出名的傻佬 我都不知道 还存在吗?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你记得谁是杨继昌? 杨继昌? 就是何志光那个 话说他现在没有什么事 要到处招 有没有这个婚礼师做 他做婚礼师? 其中一样 找我好 其实我很出名 在朋友圈内 是啊 没出息 找我 不是啊 我认识另一个更出息 那就是 你真是双形建议 演出的机会比你更多 是吗? 好像 哦 对啊 差点不记得 你真是 不是啊 大家的笑点不同 Style不同 那你说 大家可以清算的时候 因为以我所印象中 比如说仇斯达 其实我们当初 面对青年新政 我相信大家的看法比较相似 就是什么?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仇斯达那个 我说两句 那些人说他 就是清算他 那些人说他 就是两面都想讨好 他们就不喜欢他 我们也是 不是 我们没有讨好青年新政 因为怎么说 我们也没有讨议 我们始终不是知名人士 不是 又不关这件事 因为 其实如果你能清算 这些人 那就是 某程度上 就是 就是 哦 担心了 就不差 其实他 清算了很久 我想 选完之后 一两个星期 已经 骂到此费 所以 我就说 你不能够这样 譬如 我们面对青年新政 当初 我们抱着的心坦 就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如果你说 你尤为晶赢了 黄毓民输了 其实 我们心甘命抵了 我们心甘命抵了 是吧 只不过就是说 喂 当去到发生了这件事 就好像当初的人说 那些票动过手脚 我们当初 我都不相信 我都不想去相信 是吧 你说什么票动过手脚 黄毓民黄良达的票 肯定不止这个数 就是 这些这样的阴谋论 我不想去相信 没有一个实质的证据 证明到 是真的有这件事发生的话 那你只能够去承认这个选举结果 是的 那去到 因为纯粹去到 近这个月 青年新政的 譬如他一些的行动 你真的告诉我 原来你真的没有什么支持者 是 的时候 我就不得不信了 所以我没有说 我之前也这么说 虽然我旁边就有一个 但是事实上 说清楚 其实我不是青年新政的支持者 是啊 就是要迫着 因为确实他只是一个Pan B 是的 因为梁天琦选不了 我才是 你说有Pan B 青年新政也有Pan B Pan C 对 人们在计算 数学看 梁天琦选的Pan B 就是青年新政 青年新政的Pan B 就是梁天琦选的Pan B 那这些又 哈哈 这些又是仅仅来说的 现在梁仲恒都可以自己计算 由慧征都可以自己计算 是的 有没有人计算是另外一件事 有没有人投票 首先是 入不入到集 是不是 如果你真的曾经在立法会上 覆过这个支拿的话 他是否经意可以用这个理由 DQ你的提名 DQ你的参选呢 我相信是的 而到时也都不会再好像 上次梁天琦被人DQ 那样 坊间这么大反应 嗯 嗯 因为你说就算当日 梁天琦被DQ 甚至乎 你不要说 甚至乎叶浦成 上上下下都会觉得 喂 这件事不合理 不应该搞错 不能够这样的 这样的时候 喂 这个 去到今天 你说如果你由慧征再参选 再被DQ的话 那又会变成一个什么局面呢 我想大家想象到 所以 喂 现在如果你 有走一班痴线佬走出来 说要清算 说要清算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我反而觉得这件事通了 这些是什么人呢 如果 如果 真是坊间所转策的东西就是说 青年新政 当初support他们是什么人 就是突然之间 在今年多出来的选民 今年多了60万 是啊 是吧 60万选民 那些票去哪 有没有哪些人是突然之间多票了 虽然大家都录到 都说黄毓民的票是少了 但是黄阳达 差不多的嘛 比起上一届 是 鄭松泰那些完全是多出来的 是 是 国师四眼 是吧 这些都是新增的嘛 如果以我们的理解 他们的票员是新增的嘛 加一加一加 叶铛成就拿了15万票 15万哦 其实 其实 在本土派的这件事来说 这个 我又不觉得 鄭松泰那些是新增的 所以我就说 鄭松泰那些人是新的 那些人是新的 但是那些票 我觉得很大部分 在大旧那边 所以我就是说 你现在叶铛成得到这15万票 这个是很真实的 一个本土派支持者的票 好了 你去到青年新政的时候 那你 那你紧赢 毓民那400票 那些票 是真的在哪里呢 屌你了 就是这些瘋子 你问我 如果我要阴谋论 如果我要阴谋论 根本这班人就是来搞事的 是不是 投票 投票 总之 如果你有什么 毓民赢不赢就行了 你要我投什么赢都行 是不是 我一是柔柔小礼 一是柔惠正 总之我他输就行了 是不是 总之王弓 我以王弓达 输得很简单 我都投了快必就行了 真的多 真的万多票 是啊 三万多票 是啊 喂 根本人民力量 你看刘家雄的反应 你就知道 根本快必就没可能 根本快必就没可能 有这个票数 对不对 对不对 对 所以我这个理解 我这个理解 我这个理解 我相信是相对客观 嗯 所以你说 现在那些人走出来 说什么 清算什么什么 这些东西 哇 真是你老美 原来 原来 我们输 就是输在这些 这样的人 这些什么东西 廢除商国籍行动 你老美 这个之前 抑敏也有说过 这个Patreon 就是说他想搞老师达 就是这个Patreon 其中一个 说要上MyRadio 对 我不知道他是发起 还是有分享 然后抑敏就说 看谁敢上来 不可以搞那些主持人 是 其实我这里 所有的人 我有听神区 我现在也有听老师达 是 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 比较无辜 之外 我觉得 这里的人全部都 都是 都是 唯唯唯的 那些人 是见误比较好一点 没有网齿 就是 接着就没有了 看到李怡那些 都转向后风 之后都 李怡 是的 是的 去到选举的时候 他是转撑青年申政的 接着当青年申政出事的时候 他有一篇文 屡次最后一篇文 就对他们好自为之 我觉得李怡先生很单纯 他很单纯 就是想 想有一群年轻人上来 但是 我觉得又不会说 就是想 想 这个彡怡先生死 那又 青年申政就 说 但其实你想到 青年申政上去 就是彡怡先生要死 那又想不到 刘小丽 那时候想着 真的打 朱凯迪 打刘小丽 就可以把那些年轻人票 在半都派那边 那时候 那时候就在雷洞 那时候真的太看小雷洞计划 太看小 那些人想王毓民和王毅 打死 那也是 太看小 新增的六十几万票 就是 你说 整个青年申政 我到今天 都不想说 什么 喂 就是 尤维晶那些 是鬼那些 因为根本 在我身边 我问过 在我身边出现过 我问他 是不是头角师 他说 不是 为什么 他说 我看不明白他那些东西 我上次就解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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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真是难 那你说 你要选择不信 你就是有这些人 也都是 那我叫你 那我叫你 我已经解释过 我已经拍了 新闻跟你说 你头角师了 那时候 OK 你选择了 你不信 但是 你又知道 泛民的不堪 结果 你选了梁仲恒 嗯 那我问你 那梁仲恒有什么 能够灵地信服呢 他的政綱里面 都没有 就是梁天其三个字 都没有 就是 可能是 可能是 你是 我是 你是 你纯粹梁天其三个字 那你其他人 你问他 那我们认识 有一个朋友 也是 谁 但他头的角色 最后 哦 哦 终于蓝丝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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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你也会有这些人存在 那他受什么人影响 受什么人影响 是不是 如果不是当初 就是 叫做 永续基本法 这样被人攻击的话 我要去说服我身边的人 其实我想他不是说这些事情 就是他们清算他们这些人 其实他不只是针对他们的那个 可能政綱或者是 他针对他们的做法 他们的做法其实也有些卑鄙的 你说清年申请 是啊 希望保佑 我不知道是不是清年申请了 然后有些又散播耳语 就说毓文救票 然后还在Facebook上不停分享 就说我看到黄毓文 那段 他叫我投尤慧晶 这句话尤慧晶的status 是有说过的 我印象中 尤慧晶说有个支持者 跟他说 说毓文看到韩国 叫他投尤慧晶 投尤慧晶 是 是 就是他们针对他们这些手法 这些其实是 选前选后的两个想法 你选的时候 你觉得大家好像很fan 不是 但是毓文已经在节目说了 说不配票 是 因为他也知道有这件事发生 所以他才这样说 就是他又不会直接说 是 没有证据 是 是 就算 我们之前一直都说 自从他发生了fucking zina 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一直都会强调 就是说 其实你要fuck the zina 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你到头来得到什么的结果 大家可以承受 是不是 就好像你fuck the zina 现在你被人取消了资格 不要说是否释法 是吧 现在有人提到司法复合 甚至乎之前不提司法复合 甚至乎单纯地 梁君彥就说 哦 你没有完成到宣誓 你没有得做议员了 那我的议席怎么办 总之我就不给你 总之你就不能进来开会了 你的议席怎么办 我都要 结果他也是要找个方法解决的 嗯 你不要说 你不要说 一去到去到说 哦 什么梁振英提司法复合 政府提司法复合 那件事 然后 因为 就好像我们之前说的 搞够你 这个是一个注定的结果 他是一定会搞够你的 嗯 是不是 那你说 喂 既然是这样 你就没有任何一位被人入 但是他做这个位被人入 他是没有违背他们的原则立场 我不知道 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说过港独 唉 那就是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 其实你看回前因后果 跟着之后 之前提港独 可能在论坛上 或者在访问上 他知不以对 嗯 之后跟田北俊说那些 是 就是说会支持基本法 就是那些 他跟田北俊之前说了 田北俊爆出来 是 那我想田北俊不会说謊 之后 再去看他这件事 他只不过是想出风头 嗯 我的结论就是想出风头 你是否真正支持港独呢 我不知道 因为你都没有说过 嗯 那倒是 你都没有说过 那么 起码是去到 一直去到 在这个 譬如去到人大释法 我都会觉得 真的不能够 全败他们两个 因为我看到 有些人是这样 嘴嘴是他们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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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法的 其实呢 我觉得他们 只不过是 就是 不是只不过 他们没有政治上的软件 嗯 其实 我们听欲文听得多 欲文也有说过 今次不要在宣誓上 玩任何东西 因为他随时会进来 在节目说过 因为选之前 要选到已经过了很多关 你才不做 要DQ你 要DQ你 又说要簽罪子 那你任何一个程序 他都可以 玩弄你的 搞你的 那中文有说法 以结果论来说 真是不无道理的 他不是现在才说的 他之前有说过 他也跟黄台阳说 宣誓不要玩东西 我相信中文不会说谎 跟黄台阳说 宣誓不要玩东西 入到里面 做了议员才慢慢玩 我记得我有提过 那天我曾经有想过 为什么你不理不自己 砍炮先 先法制人 他要在释法之前 我现在砍炮 其实都是一个 我砍炮不拼 那就免确成法 補选了 那你再補选 看看谁会赢 但是我觉得可惜他们 不舍得人工 是啊 可能是 去到之后 去到之后 我觉得 去到一个我忍无可忍的地步 是什么呢 就是今次囚款 哦 你终于都忍不住 是啊 是啊 因为 因为 我一直 我一直 我都不想 去把他们 一下子就批死 他们 你会知道 这帮人 是 什么鬼啊 等等 我都不会说他们 到现在 我都不想说这些说话 这些说话实在太可恨 这些说话 我觉得不应该在乱说的 但是 喂 你们青年新政的这个行为 我真的觉得 你们真的太离谱了 是吧 应该去到我觉得 是吧 哪里是人做的 是吧 好了 你输了 我觉得你输了这场官司 你输了官员公司 你去承受的结果 你去承受的结果 走向我当下 我第一天 由你宣誓那天开始 我已经说了 你出来 你承受的结果 你第一下 你讲鸭利渣河阴 我已经觉得你很狠狠了 但OK 算了 因为当时没有结果 你还未知道 你要承受的是什么 好了 到了之后 司法复合 人大释法 输官司 被人取消你的议员资格 去到这里 喂 没有了 原来的结果 原来的结果 就是会如此一败涂地 嗯 当初我没有估计到 我当然估计不到 我没有这么聪明 是不是 我没有这么聪明 因为我相信 没有一个人 能够在他宣誓当日 他说完福径之难的时候 会估到有今天 没有 在香港这个地方 就算是联亡欧盟 我也不相信 会有一个人 会预计到今天 只有一个萧若元 能够估计得到 我相信 是估计错了另外一边 明灯 觉得他们没事 是啊 是啊 因为他灯死了大家 应该不是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估计 不是 他没有估计 因为这个世界只有一个萧若元 是不会错的 好了 你去到现在 玩到这个地步 一败涂地 一败涂地 我依然觉得不要紧 喂 其实 输是输什么 说到尾就是输了的议席 是 输了的议席 输单官司 是的 你输单官司 你输了仲废 好了 如果你现在你输了仲废 你走来跟我说 我就没有了 我输了 我现在我坏了 如果你走来跟我说 我支持过你的人 你要我去support你 去support你 这500万我真的搞不好 这个仲废我真的搞不好 要么我就宣布破产 要么就大家帮忙 是 我现在就要照顾 去找找这个数 加上加上 你为你当日 能够 你千算万算都想不到 会令到一败涂地的fucking 滋 你不是向中国人道歉 你不是向政府道歉 你向你的支持者道歉 最起码 原来 是真的有成本的 不论是黄台仰讲的 没有成本的 是呀 500万就是价值 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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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值不重要的 因为 起码在我 我觉得 我拆了你这么久了 这个意识就没有所谓 他以为 给他吧 拿出来补选 看谁赢得到 有所谓 但是这个不是我的考虑 这是你的考虑 你自己的考虑 其实你原论又好 现在不是 你真的跟我说 你要筹期500万 你要筹期500万 筹期500万是上诉 上诉 他说是用来上诉 他说是用来上诉 去到之后 和人达质 你那样东西 去到之后 你要再解释 你不解释 你不解释 那你解释 我真是肩火了 就跟当日 问什么冯敬恩 问你选不选 问你 你当日 为什么说 什么 什么 他说 永续基本法是什么 什么 他说温和 还是昂糕 还是什么 或者他说 他说他不支持 五个公投 你是等同于 这件事 你又说这件事 是用来 找数 你后边 你又说 你这500万 如果 我赢了这一场上诉 我 除了可以 不用找第一笔重费之外 我连上诉的律师费 都是对方找的 不知的 官配 其实是不知的 其实是不知的 那好了 如果是这样 那我为什么不输了才筹 那我干嘛 现在你要筹500万 他说如果筹了500万 就算赢了 即是赢了 不用付 他就会捐去抗争团体 这些勾画 跟大班一样 就是 对 是吧 跟刘小禮一样 就是 刘小禮又做过这些 刘小禮又捐一半工 这些 不知什么 刘小禮就走费而已 就是 大班那时候 捐钱大股市 大人股份也拿回 那些钱都捐到哪里 那我都拿回那些钱 是吧 当日大家出来 捐钱都捐到哪里 捐钱都捐到哪里 那些钱都捐到哪里 就是 就是 只要 喂 你真的不说好地地了 你这样一说 喂 我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要求 是不是 如果 至少到现在 你不承认 你今时 去到今时今日 你是一败涂地 你现在你不承认 第一 你不觉得你经意输了 你还可以回身 只要让我上诉成功 嗯 是啊 其实是的 即是 即是怎样呢 既然你上诉成功 你上诉成功 你上诉完成功了 那你就会有这些过程费 是吧 即是 我想象不到 如果你把这句话 你拿回去给你的律师 他会不会 立刻赶你出门口 那你回去想清楚先 梁先生 你出去吧 是吧 其实他说的那些纵费 其实他说用来上诉的纵费 即是500万 其实还不知道 因为其实是要算的 嗯 即是你不可能在上诉之前 你知道纵费是多少 是 这500万 是 大概 只不过是 大概是第一次 即是那个数纵 因为 是的 因为你说的500万 就是第一次 输了这个司法覆核 你要所给的纵费 但是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 我又不是很理解的 政府提司法覆核 覆核我 然后 官判论我输 我就要 把所有钱都拿出来 那究竟是 什么事呢 那个纵费其实不是赔给政府 只不过是 我知道 台湾的律师 陆日海 台湾的律师 陆日海 台湾的律师 就是说 总之我做一件事出来 对不对 就是你政府觉得的 是不是 你觉得我 福京资大有问题 是吧 那你好了 你司法覆核我 即是你是 强行将我 拔进去法院 其实 每人都可以司法覆核 但是 我觉得 在这个情况之下 赢输 你要将律师费 入我数 我觉得很奇怪 你可以申请法援 但是他没有 他没有身影后 因为他过拥压 入息 对 入息 我说的是司法覆核 最近也有一个司法覆核 很多司法覆核 对 除了这些 你也有司法覆核 就是一个外傭司法覆核 他要求 不用住在僱主的家 因为他觉得如果住在僱主的家 就是24小时都要工作 他就用这个理据去司法覆核 这个劳工条例 外傭的条例 去司法覆核 一个外傭也有权司法覆核 司法覆核政府 那我就觉得官应该判他赢 你不就出去住 我看你住哪里 大家都这么说 我看你出去住哪里 租楼住 那你自己出去住 原本是我提供的 你不要 那我没理由 我贴钱你出去租楼 那你自己想办 但是固子更好 是啊 那其实那当然不行 那你家庭佣工 我不是请终点 是啊 这是其中一个 我请你回来的时候 你是家庭佣工 那你应该住在我家 其实我要你24小时 on duty 这个是合理的 唯一一个 就是你要提供 这个合理的休息时间给他 嗯 如果你想想 其实没有人会24小时要求 我用工 即是很少 除非那些雇主很坏 啊 臭小孩 是吧 两个钟头为此乃 那些 通常都是妈妈自己来的 是啊 可能有些人会叫他姐姐帮忙 是啊 都会的 有可能的 可能都是两三个月 又或者 阿sir是回夜班的 我日后照顾完阿mum 晚上我又要照顾阿sir 那我真的没得睡 不合理啊 但是这件事 不是可以搬出去住的 我可以的 为何我会留意 因为我家有工人 我现在很留意这些新闻 所以 其实你现在青年新症 我发觉我对着你们 我没办法谈的了 哦 我还怎样支持你下去 嗯 是不是 几个原因 第一就是 我觉得你这次 这个绸期的理由 实在是超越了我的底线 我觉得实在是太过分了 你这个理由 另外就是 一直以来 你们的策划人 到今天 都在潜水 是不是 我看看在Facebook 有没有 我那天听努斯达 我觉得他知道梁天琦在哪里 我觉得而已 你听他的节目 我听他的节目的时候 因为他的嘉宾问 梁天琦在哪里 blahblahblah 那么 努斯达就 好像之前说 听说他在香港 然后又走了 又回来 那些 好像在外国读书 就是知吴义对 之前他是说去外国读书的 是 但是好像说回来 然后又走了 就是这样 就是 我觉得你这样 你如何 我觉得你去哪里 都没有什么 你拿个交代 对 我说你交代完 你从此在香港消失 对不对 我也觉得你要一个交代 给我 因为 曾经有个朋友 早两天有个朋友 遇到一些年轻人的行为 他就在那里问我 喂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是这样的 蛤 因为 我们都很不希望 就是 我们经常会有一个 就是说 说这句说话 就是 这帮年轻人搞什么 喂 你一说这一句 你就很难讨厌 其实 就是好像雪教 是呀 老师忽雪教 但是的确实现在 有很多事 是发生在你面前 你会觉得 你这帮年轻人在搞什么 尤其是从政 就是从政 刚才你说的筹款 青年新政 这个筹款 筹到11万5千 暂时来说 5千5百46元 但是很搞笑 更新时间 星期五下午6点13分 即是有三天很更新 他又说PayPal被人搞 之后又说 拿个汇丰帐 还是什么 PayPal PayPal 要提供服务 要提供产品 提供服务 所以是 你连一个 OK 你连一个 你连一個 酬奇的方法 你都做得不好 是呀 大佬 就是救脂麻鹿 究竟你们想什么 啊 Bitcoin也收下 哈哈哈 我现在才看到 比特币也收 這麼嚴重? 真的沒有錯,不太奇怪 手式收不收? 我不知道 他一定收,你現在給他更好 但他慢,他會知道 想怎樣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現在他是死要面 我覺得是死橙的 我覺得你的人質太好 我覺得他想臨走納一筆,然後走 他變納到現在籌11萬 不是11萬照納吧 可能他真的籌500萬 眾籌的意思呢 我想說一下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忽略眾籌的原則 你不達到那個數目 你基本上是不可以拿錢 你要拿出來的 浪費了,你中什麼籌? 籌旗啊,籌旗 用眾籌這個字已經不恰當了 你說是籌旗就籌旗 我覺得沒問題 現在擺明是要籌旗的 我當你打上訴也好 或者給你之前的拜數的課費也好 即是你說 八萬票啊,一天一百元就八百萬 我不需要付 喂,我知助你 如果他真的有 我們兩個每人交五萬元給你捐了 如果他真的有 如果他真的有八萬票 問題是 我現在就可以很肯定 你根本就是沒有那八萬票 其實我們最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這樣理解 你有八萬票,一天一百元就八百萬 就是了,搞定了 就是了 一百元而已,我給你兩塊 好嗎 那你事實上就是沒有 你在這個行為,這個過程中 就有問題 那好了 我唯一一個 還可以 還可以為你清言申請所說的話 就是什麼 你根本就是被 你根本就是被 本文錢放上桌 那當然啦 放你上桌也要你情我緣 牛不飲水不敢得 牛頭低 是不是 兩天其拿著槍指著你去參選 不會吧 那就是你自己也要承認責任 就算你這個 從頭到尾都是本文錢的意思 從頭到尾都是黃台洋教你的 你都要承認這個責任的 那現在就是說 你連一個最基本的 你都不承認 如果你去到今天 你現在走啊 就去跟我說 我現在都沒有錢找到的 我明天就去申請破產 我將來 你青年申請 我在街上見到你 我都還可以對你一點的同情 還可以挽回 多一點點我對你一點的支持 你說承認兩個字 他又出來 就是選了之後 到現在這個 證實被DQ 他都沒有承認兩個字 是啊 你Fuck China又不承認 就說合力收口音 然後 你港獨又不承認 是啊 港獨又不承認 你說是不是就是 沒問題的 反正都被DQ了 到現在你是要 他都沒有實質面對群眾 根本就沒有實質面對群眾 是純粹 只能夠說我的說法 聽回過去這一個月的節目 我們是真的覺得你這樣說是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你因為你這樣說 而你喪失了議員的資格 但是 你承認 你起碼一件事 你承認了 你所說的話的意思 的時候 你給人所有的資格 我們三個都還可以繼續參加下去 我們都還可以繼續支持你下去 你不是的 我都不知道你現在想怎樣 什麼你都不承認 什麼你都不是 我只看到你現在想賺錢 現在只剩下賺錢 喂喂喂喂 剛剛我看到一個新聞 香港大學附屬學生院學生會 有一個talk 就是青年與社政從青年事務發展 看香港政治宴局嘉賓梁天琦 什麼時候 12月5日 我 哇 國師一扔完西瓜 立即 國師星期五才扔的 跟國師 是不是跟國師合起來的 你不如當是 這個什麼 港大跟國師合起來吧 一扔完西瓜 那天是陳文鋒火輪 我覺得沒有了 你玩到這樣 沒有的 年輕 年輕 你就破產 其實現在只剩下一條路 你又要上訴 你不破產 你不破產 你破產之後申請發援 你還可以打下去 我覺得如果現在你宣佈破產 你正式承認你所有的 你應該負責任的時候 這個波就會去到本文前 是不是當初你叫他這樣做的 那為什麼他明明是你的Pan B 他現在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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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知道他講什麼 我沒有聽到 他有做節目的 他有做節目的 都是 都沒有怎樣正面回應 我相信如果他回應到一些有Point的說話 不會沒有人廣傳 我只是單純 因為我真的沒有聽他 老老實實 如果他講一句 我估計錯誤 誤判 誤判 都是一個說法 你看看主場新聞 當日都是一句誤判 你說自己夠了 都是一個說法 事實上真的是夠了 可能你一開始覺得 你這樣宣佈是沒問題的 沒有成本的 事實上就是 成本很大 是啊 那你就承認臭小子 到現在 到現在你還是不承認臭小子 難聽一點說 你賣完那些偉哥 你也幫他們兩個填上一條數 然後我又不知道在哪裡傳一些 我不知道以前的截圖是什麼 然後說 現在也有很多人都說 你應該聽旭敏說 又有旭敏教你應該怎樣做 進去裡面才慢慢玩 然後黃台仁的回應就說 你以為他真的是教主嗎 那些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的 純粹是截圖流出來的那些 不停老人嫌 就是窺在眼前 是不是 即是不是說 長輩說話你就要聽 但是你在這件事 或者在走這條 叫做 本土派 或者這條政治犯的話 那邊陣營 你不聽旭敏說 你聽誰 因為你明顯 你明顯鬥氣 對 明顯鬥氣 如果黃毓民跟你說 喂 在這個議題上 你當然要投贊成票 你又不投贊成票 傻仔 這些叫做教理 這些叫做指揮你 但是現在不是說 年輕人 告訴你 你要怎麼玩都好 孫世哥 叫你不要玩 這些叫做告誡 喂 當然是這麼簡單 都不懂得分 自從一開始說要簽 邱文都說 不要管就簽了 就算你不聽 就算你不聽 教主他叫你不要玩 就算你不聽 都不會是因為 你教我做事 這個都一定會是因為 因為我喜歡 你是只能夠 從這個角度去繼續玩 出了事 你就要什麼票 所以有時候我都不得不去想 到底 黃台養也好 青年新政也好 他們在這次選舉 主要的目的 不是拿議席 其實他們的目的 是想葉普成輸 這個是陰謀論 以這個 結果論來講 事實上 這兩席 正正是令到 葉普成那兩席 就輸了 你剛才 韌生韌世 算是怎樣 什麼 你剛才韌生韌世 韌生韌世 如果你是由當日 開始鋪這條腦 咬喇媽葉普成 你第一席 不高 如果是真的 那次補選 水鏡八旗 你夢寮圓 這件事 不是 由魚蛋革命開始 對 如果不是魚蛋革命 梁天琦的說 不會開始響 葉普成就不會幫梁天琦 那劉小麗也有份 哇 哇 難怪 劉小麗搶 那麽 真是火鳳療元 那那個交通景 開槍那個交通景 應該是本文字之言 一定是本文字之言 應該是用癌的 也是 那不是 如果是這樣 那就是 算了 神經病 先休息一下 整個小時 整個小時 大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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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e Fantastic Day Song for Manchester 《Song for Manchester》 《Manchester》即是曼联嗎? 曼職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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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們聽的歌曲是類似的 有些伴侶感覺 有些... 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叫你介紹歌 因為Matchester已經是一個風格 Matchester已經是一個風格 所以你要找些形容去形容這個風格 我是想不到有什麼形容詞 你應該多說一些蘇姬 他跟蘇姬是有點不同的 不是 梁天琦喜歡聽 招魂 拿歌來招魂 12月5日也出來了 為什麼播放Fantastic Day呢 好厲害 因為這星期五六日 香港一年一度的Cocken Fat音樂節 Fantastic Day也是一個表演單位 Fantastic Day 玩完這次Cocken Fat就休息了 不知道啦 可能是吧 是啊 因為內部的事情我不知道 說了給我聽 什麼 說了給我聽 你不要在這裡說 是嗎 休息而已 休息而已 他們會在星期六的兩點鐘還是兩點半表演 還有沒有飛賣嗎 還有啊 不過很貴 我也很貴 如果你現在買三日票 好像要1900元 嗯 又有C-Ga Rose 如果大家覺得貴的話 想留下我EarlyBurk的價錢 大家上下放票網 有些人會不放的 二手唱片網 都可能會有人放票出來 不可以續日買的 可以續日買的 可以續日買的 續日買都九九歲一天 九九歲一天 所以都不值 那看看 可能有些人很喜歡聽 可能不買 今年呢 今年其實很多 對我來說也不太吸引 但唯一我想聽一對 都是本地的東西 對 你有沒有聽過一對Bang叫下 有啊 有啊 H-U-H 有啊 有啊 他之前在台灣有重組 因為我之前沒有聽過這對Bang 名字也沒有聽過 你沒有那一隻牛的那一隻 黃色那一隻嗎 沒有啊 而且去年他就說服出 在台灣 在台灣服出第一場 那些人就說 這裡是傳奇惡隊 但我就不認識 因為都幾年了 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 但我之前是完全沒有聽過他的名字 所以這次我都很期待可以看到他們 因為說得那麼神秘 都OK的 以前小時候聽都OK的 我沒有聽過 所以都很期待他們 聽Cigal Rossel 哦 很一般的 又來Cigal Rossel 好像A-10派一樣 有期待下年Sway的演唱會 又來 還有Lincoln Park 還有Room 5 還有Room 5 有 這樣 也有 The Chemical Brothers 都OK的 不過我又普通 我又不是特別喜歡 又有文青最愛陳以正 啊 是啊 我也喜歡 我也喜歡 你去嗎 不可以 帶女兒去吧 我發覺我女兒也很喜歡聽歌 我星期日去中山公園 哇 很多都瘋了 左膠一大本役 對 因為有大草地 這些一定是左膠的 有些活動 親子的活動 有些人唱歌 我女兒也很開心 因為聽到唱歌 我女兒也很喜歡聽歌 玩紫皮 玩紫皮 一定是左膠的活動 你用這個體驗窮人 沒有 她不是說體驗窮人 只是讓你玩些事物 善用資源 類似 你拿別人的衛生工具去玩 然後找一些布做迷宮 我也覺得挺好玩的 其實是OK的 你不要太標榜自己 在什麼理念什麼理念 我純粹玩 玩不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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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搞那麼多東西 我們以前用紙皮玩 紙箱玩 我們都不會有什麼 以前用紙皮 用膠袋放紙繞 玩竹蜻蜓 昨天也有玩 他們有一個檔 用一些布置 繞了一些竹 一隻一條長的東西 給小朋友砌 有一些左膠的老爸 當然要砌傘 這樣 我立刻 還砌傘 雨傘運動 你還砌傘 勿忘初衷 應該是弄曲奇名 但是我發現 在你隨便玩的時候 附近的女生 即是左膠的女生 真的挺漂亮的 溝女什麼時候都可以溝左膠女 是的 是的嗎 左膠女是漂亮的 是的 你看半島派的身邊 李正希 英姑 Christine 我喜歡她 李正希 李正希 這是男人 是男人 你身邊都是老母 那你無可否認 Christine的聲音是好聽的 嗯 還有沒有妄養 喂 做什麼 就是這樣 看樣子 喜歡 喜歡 正所謂 怨豬頭 文秘菩薩 OK的 你小心點說話 人家miss hot dog 是啊 你小心點說話 你得罪她一個 我沒有便宜 我沒有便宜 這樣也不是便宜 哇 你這樣跟梁頌恆真的有什麼分別 哈哈 你了 主要是她做節目的質素好 是嗎 讓賣其次 什麼時候都會講實力 不是說樣子 對不對 對的 還沒說得對 左膠就只有樣子 沒錯 說得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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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得好 你的說話要踩到腳 不是啊 手未呼應 一開始就說左膠很漂亮 之後就說半導派 或者不要說半導派 不要說半導派 做節目是要講求你各個節目內容的質素 不是說樣子 不是說樣子 所以左膠只有樣子 沒錯 手未呼應 在賺 某個時報的節目質素高 好啊 兜到 厲害厲害 那天我看陳雲扔西瓜 真是陳雲看著 我那天看陳雲扔西瓜笑死我 是啊 搞我立刻想課金給湯姆 郭斯法力高強 真是好笑 那啊 湯姆沒什麼事 湯姆做主持 找陳雲娃笑死我 就是這樣說 譬如你現在 你坊間 你見到 我又覺得 需要不需要 繼續在這個位置 對於青年新政打落水狗呢 嘩 還不說 說一個小時 不是 我突然想起 我還沒說完 因為我還沒說那幫搞事 那幫混蛋 你說在這個時候 你說再要對他們打落水狗 我覺得是沒有意思 也沒有什麼需要 即是他們 接下來 他們繼續要做什麼都好 起碼我們要告訴別人 可以 我們放生他 這些人 有救他 有救得他 你們搞什麼就搞什麼 其實都 即是你講那幫 清靜那幫KOL 因為你怎樣界定 所以那些人說 為何會把KOL都放在裡面 我又覺得很奇怪 因為曾經 可能曾經寫 剛才你列出的那些 黑白圖 可能是清算名單 只不過是他曾經寫 撐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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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神區 或者盧斯達 舉個例子 根本對他們不公道 盧斯達有上過台產業普城的 是 所以我不是說 你搞這些清算的人 就是一心來搞事那幫 所以不是說 剛才你說的 說法是對的 就是清靜 你往後的路 為什麼不有救他 因為他已經出來 效果已經看到 其實他根本就是無支持者 是 去搞集會也好 去遊行也好 甚至乎現在籌期也好 你看到的 即是你繼續跟著這些 搞事的那些 含家產 在這樣歌樣的時候 你擺明是中計的 不需要理這些 其實這些都是KOL的所謂 他打這些圖 吵架這些KOL 其實他在做的事情 不是也是KOL 當然 你說好像林暨這些 即是 即即是他撐清 他不是撐清靈申症 這些都是吵架他的 不是 因為他主要是反而普成 他主要是反而普成 是啊 總之你站在 旭敏對面 他那天好笑 他吊架鄭松泰 那個中史科 對了 講到中史 這個要講講 中史 我真的想問一下 你們現在對於這件事的理解 會不會有些不同 我就很贊成人讀中史 我也贊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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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當初我的中史成績都不好 但是這個不關事 這個是我整體成績都不好的問題 我也沒有讀過書 知質問題 不關事 不關知質事 你根本就不喜歡讀書 通常知質有問題的都是這樣說 我做我喜歡的東西 我很出色的 就是不讀書 就是不讀書 最終是不讀書 對 張超強調理 大佛家中理計 好賊 你覺得他就是不讀書 就是 不關事 其實你中史是應該讀的 是啊 你說把中史獨立成科 這個問題 我們應該先反對 現在就有些人去跟你講 當然是要反對 他現在叫你讀的中史 一定是洗腦的中史 但是現在是 不是 那些是叫國民教育 不是 我們以前讀的中史 是國民黨的中史 是啊 是啊 所以其實 如果現在讀的 就會變成是中共的中史 但是我們以前讀的中史 都是唐宋元明清的 頂隆去到孫中山 因為他現在是要灌輸一個大統一思想給你 還有看回 你只要真的讀過中國五千年的歷史 你怎會認為這個地方是值得大統一的 但是你從小到大的思想 就已經是大統一中國的思想 而且他的比例上很有問題 統一 那統一 不是 你先說了 我說比例上很有問題 就是古代史 清朝以前 和近代史的比例 跟以往很不一樣 我們以往可能是 不是 你現在說的是現在的中史科 是的 現在新推想說 獨立成科的中史科 那個議案 近代史是佔很重的比例 即是說清朝至文化大革命 那段期間 或者是近代 九七回歸前後的時間 這個是佔很重的比例 你看到的動機是很明顯地想歌頌近代中國的 中國近代史其實可能改動不會太多 內容改動不會太多 因為其實純粹都是給你一些資訊 硬撲一些資訊 從事用明清 或者什麼三國 春秋展國 但是去到近代史的話 很多意識形態 是的 尤其是你將國軍提出的議案 大家知道他是民建聯的人 他是想灌輸一些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下去 大家都猜到他的動機是什麼 但是譬如你所謂的意識形態 你也不能夠撇清事實 不會的 我覺得他可以避重就輕地說 是的 他改一兩個字眼 其實整個印象就很不同 六四屠城 和六四政治風波 已經很不同 而且也要視乎老師怎麼教你 老師教你的影響也很大 如果是紅底老師去灌輸給你的思想和意識 已經很不同 是的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一定是要相負相成的 你自自然而言 就算我經歷了中學歷史科的洗禮 對呀 中國真的要團結 真的要建設國家 但是你又會發覺 為什麼我在這個社會沒有出路 這是兩樣東西 不是一樣的 不是兩樣 當你經濟不好的時候 最簡單的事情 是怎樣可以令社會上的人團結 就是素朱民族主義 最簡單的 有外敵入侵 大家就團結了 北韓也是這樣 美國永遠都是想集美帝 美帝 日本的時候經濟不好也不是侵略中國 是的 侵略朝鮮 如果根據鄭松泰的這個說法 他現在說吳克劍沒有錯 現在絕大部分初中的中史科 本來就是獨立成科 現在這個理解應該是 因為這個中史還沒有修改之前的中史 所以都... 而且不是必修科 是的 立即將國軍建議將中史成為必修科 其實這個原則上我們是不反對的 原則上 純粹是原則上 可能因為我們不同 我們上一代的教育 不會特別擔心他 你讀完之後會有什麼影響 你讀歷史就是純粹喜歡歷史 或者純粹是認識多一點 但是現在你一定不會很擔心 到底他叫你讀中國歷史是什麼政治任務 你是會擔心這一點 純粹我們以前讀書 或者到現在我們這樣說 中史滅獸科 因為我和Samma本身都很喜歡中國歷史 但是我剛才想跟你說 他灌輸了一個大統一的思想給我們 其實中國歷史就是中國歷史 這是一個問題 在你的印象裏 唐宋、元明清全都是中國朝代 但其實他是一個國家 其實應該是清國、明國、宋國 唐國 唐國 只不過地理上同一個地方發生 其實疆界未必是同的 族裔也未必是一樣的 唐代有很多是亞世亞 所以有些人也說 如果讀中國歷史 應該將清朝和元朝剔走 是的 唐朝也應該剔走 唐朝也應該剔走 因為唐朝其實李伯都不是中國人 李伯是韓國人 李伯是中亞地方的人 有很多門神 那兩個門神都不是中國人 都是中亞地方的人 我忘了叫什麼 韋德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如果你要分 其實是應該逐個國家去分 羅斯祥也會提到 不要分南魔神 大家都是中國人 在張國軍的沒有約束力的動議 這個動議其實是什麼呢 我印象中 如果我說得對 其實這方面 我覺得才是臨記討論的點 就是什麼呢 就是沒有約束力的動議 這一個是在立法會裡面 是大家輪流去提的 即是你隨時都可以提這個動議 主席批准就可以了 只要你看這個動議 主席批准你拿上來討論 那你就討論 表決 好 通過 將這份資料交給政府 你們研究一下 至於做不做呢 就是沒有約束力的 是 政府可能 吳克劍可能禮手 看完禮手就批准了 沒有約束力 這個是重點 這個是重點 這個是 那 因為你議員提出的 法案 其實你要通過 一個成為一個 真正可以實行的事 門檻是很高的 包括你議員提出的 又要分組點票 你輸定了 分組點票 還是三分二通過 還是個半數通過 全體一半 議員提出是全體一半 還是不用分組點票 總之就輸定了 總之輸定了 所以我就是 我覺得你臨忌 其實你很應該在這些時候 你說 鄭松泰為何要擒棄拳 屌你老母 是不是 你是不是應該更加 應該是要把握這個時間 向大家解釋 究竟這一班 垃圾會議員 在做什麼 垃圾會議員 是我說了鄭松泰的 因為的確 這是一個垃圾會 這是一個垃圾議席 那天這個投票 除了鄭松泰投棄權之外 我們有兩位尊貴的議員 都沒有投票 有出席但沒有投票 分別是工黨的張超雄 還有我們很尊敬的小禮同學 小禮老師是按錯了嗎 他按了出席 又按了出席 不是就是這單 這單是這單 不是 這單是另一單 出席的單是另一單 他有沒有那麼多單 真的有那麼多單 剛剛今天也有單 但那個是讀錯資料 不是讀錯資料 是問錯問題 問了第二個議案的問題 下一個議案的問題 這個就是 在立法會的政制事務委員會開會 討論本地報刊註冊條例的時候 劉小麗就問了有關選委會的問題 有人提醒的時候 她也堅持這樣問 也是註冊兩個字 是的 然後她也繼續這樣問 當局長回答的時候 局長跟主席說 劉小麗議員問了下一個問題 下一個議題的問題 舉例你上中文堂 你先拿一本英文書 對 跟周星馳不抄邪馬 中國歷史 你拿了另一本書來出貓 貓也出錯 真的問得屎 我問你了 然後主席就問了劉小麗議員 你記不記得提問嗎 劉小麗說 我留下一個議案才提問 然後她很尷尬地笑 我看到她也很尷尬 我自己摸看也覺得尷尬 不要騙她 真的要追塵 九西頭的選民是否尷尬 5萬票 3萬8票 其實我真的很期望 劉小麗 你就被人DQ 好像上次尤偉晶那樣 我真的很想證實一下 你的票是真還是假 3萬多票 青年新政就見識了 已經見識了 根本就沒有 只是一票一票 我見到鐵粉 鐵粉 那究竟劉小麗會怎樣呢 本來有一個司法覆核 就是當天跟她一起參選 有關什麼差的事 有姓關那個傻人 誰知她 這才是真是瘋子 我得整件事 你這樣看 證明我剛才所期望 看到劉小麗支持者的願望 一定會落空 因為現在政府擺明會放生劉小麗 是 因為那傢伙程序錯了 沒有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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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不合理 是不是 你多忙都好 屌嵐嵐嵐叫你入罪案 放下支票而已 扣你的臭家 你不能做 忙忙 你別去司法覆核 根本從頭到尾就沒有打算做 我又想問 有什麼理由這宗案 劉小麗的律師不要求 擴放比重費 你現在撤銷了 你就搞我了 你又要提這個司法覆核 你自己又不入帳 現在我已經做了 浪費了些錢 你不能入帳 你提醒這些接下來要提司法覆核的人 小心一點 不要濫用這個司法程序 你現在連這麼簡單一樣 放下兩批案金 你都忘記做 沒時間做 你學什麼人提司法覆核 我相信接下來一定會有很多這些事情 這段時間這麼多司法覆核 厲害很多 這個漏文件 我覺得如果下次遇到這樣的情況 你懲罰性重費也要給他 法院很忙 就是 神經病 你濫用這件事 大家在玩 真的像政府之前所說的 有很多人都濫用司法覆核 這件事 這件事 但是你濫用司法覆核 那件事是 你連基本的事情都不做 我在說這個濫用 理據你一定有的 你提出來 就像你說要DQ長毛 你有你的理據 我就說可以DQ 蔣麗雲 因為為什麼 是你人大認識了法 對不對 現在我不是說我有空閒市 走過 不如今天DQ 今天司法覆核梁振英的 人工 我想到了 人工 或者我今天司法覆核梁振英的 作家 行不行 你這樣就叫濫用司法程序 你是在說這些 我不是說所有提司法覆核的人濫用 我是說你連基本的事情都不做 是不是 你提司法覆核 你文件也要準備 你文件也不準備 你這還不是濫用司法程序 就是夠覆核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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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小禮的演繹是什麼 這些叫小勝一掌 小勝一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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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 雖然劉小禮也有提到 說對方濫用司法程序 他贏球的門櫃很低 小勝一掌 我今天看Youtube 剛才劉小禮很尷尬的笑容 他很疲 很疲 很疲 他不記得哪一天 又是走數 沒有開會 又是說什麼要跟律師 什麼商討 就是個覆核 才說覆核 之前我記得 又是好像林的 不知不知道 說明天的官司很重要 人家當然要去準備 準備 好像就是跟這個 歷史科這個投票 說他沒有來開會 說他沒有投票 說他要準備明天堂官司 很重要的 唐官司 沒有投票 那劉小禮就扔出 糟糕 早知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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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蘭準備什麼 這些官司 連安金都不能進 這些人 你們有沒有掛念李卓人 大舊他們 再問一個正常議員 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 你比起李卓人 這些叫做正職 起碼 只不過立場不一樣 跟我們 我這樣說 以前 我們看李卓人 我們是沒有看得這麼小的 那天沒有開會 那天沒有投票 以前有救人 那當然 有開會不會抓你 你沒有開會 以前真的沒有抓 那為什麼現在抓 為什麼 因為 我們都說了 選不到的時候 到我們盯著你們 是 我們輸給你 我們現在監察好了 那就是 我監察你 你投給你的選民交代 你贏了我 我監察你 你是議員 我當然監察你 又是 你不用向我交代 你向你的選民交代 但我繼續監察你 如果毓民贏了 我們只顧著監察毓民 我們沒有空監察你 現在毓民輸了 我監察不到毓民 我為了監察你 是啊 不怕得這麼忙 你老母 比毓民在那裡 所以 現在你的事實 反映了給我聽 你流少年 沒有一件事還對 這麼久以來 由當選 由你宣誓那一刻到現在 還有誠信很有問題 嗯 他都沒有實現選舉承諾 是捐錢 最起碼那個人 最起碼就是捐一半薪給這個 老幼記 老幼記 不知道什麼團體也好 你沒有跟我說 什麼 我捐錢給誰要跟你交代 你是要交代 你是要交代 選舉承諾 是啊 你是要交代 是啊 你當初說得這麼大聲 是啊 你有啊 我職就遲了 那我現在等你那個 全民免工退保 是啊 當初你兼職 什麼 可以兼顧到的 教書和議員 是啊 你說的 是 你不要不開會才行 大哥 就是了 你知道嗎 那倒是 我又不怪你 你當初想著教書和議員 我怎麼知道 這麼多司法報告客 真是混蛋 我怎麼會猜到 有這麼多訪問做的 混蛋 是超時 就是了 怎麼會猜到 香港電台的人 都不知道怎麼做事 不要說那麼多 我先捐錢 大家神區一個日日出文 幫你倒數 加油 劉少爺 所以 又是 林忌又去支持 他就吵架鄭松泰 混蛋 你投氣權 那你們熱狗 在上年年 上屆 最後那一段 醫改 你又吵架 公民黨不投票 二讀的時候 二讀的時候 那個果就差很遠 神經病 那我就看得到 我就覺得很奇怪 所以 所以為什麼 那些人說要清算 青年新政 一定要清算 林忌你這個混蛋 看到了 這些人真的亂來 人家當日 什麼 公民黨 在那個醫改 那裡 在二讀 贊成 棄權 反對 三樣都投夠了 還有 那個醫改 真是個議案 真是個議案 鄭松泰那句說得好 我是你做實事的 鄭松泰就說 這個沒有約束力的議案 簡直就是浪費青春 是為了這個保皇黨 向這個主人校中 是 姚美 姚擺奔舟的 姚擺奔舟 姚擺奔舟的動作 鄭松泰都說 我來這裡做實事 我要花時間寫二千字的應酬 你這把臨家產都已經很給臉 他那篇文章真的寫得很用心 阿近可以寫 那也是 可能阿近寫的 也是 一個這樣的濕究議案 我問你臨記了 反對嗎 反對到底好 反對到底 反對到底 反對了就怎麼樣 沒有意義 我也不知道你臨記在做什麼 純粹表態 所以我就說 有時候你不要怪我這樣說 我說那六十幾萬新增選民是鬼 你臨記都不會差很遠 老實說 哈哈哈哈 因為 因為 我不是說 我指控你是鬼 理據是什麼 你真是很瘋 你說的 你做的東西完全不合邏輯 是啊 他只會對葉普成不合邏輯 那還不是鬼 很搞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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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後還說 那個人說 尋求什麼英國議員 什麼幫 黃之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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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知道 去了外國什麼 去英國 尤惠貞他們都有尋求 英國國會 然後林忌說 總之有英國議員 幫忙我們 我們就要感謝 那些我心想 你們是神經病的 你見到他的頭像是什麼 你們是神經病的 我不是就說 黃之鋒 這個我們在節目講過 港獨和龜英 龜英黃之鋒很多 是啊 其實是的 想清楚一點 是嗎 龜英講過黃之鋒吧 這麼黃之鋒 你說港獨不可能 龜英增加不可能 直接是黃之鋒 沒有可能 之前做過很多事情 英國那邊都採些三芒果 你望自己中立採 移民好過了 可能容易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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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簡直是佔領期間 那時候是否說 要求英國停止 對香港政府輸入出油彈 是呀 他都不找理會 照賣給香港政府 是呀 都不關事 是呀 都不關事 算了 真是神經病 那 怎樣 什麼 還有十多分鐘 我們講一下 我們講一下 沒有啦 沒有啦 因為其實 已經是去到一個地步 整個議會 裡面 外面 我都不知道做什麼好 所以我最近很投入工作 我想說 是嗎 我很欣慌 你看過剛才你上課 其實我也很欣慌 挺好 挺好 我投入臭雷 我現在正在嘗試 我不想我的人生 臨當 我要在一些地方 找回一些滿足感 或者在工作 找回一些滿足感 因為當初 我去投入在那個 在那個 遠散革命 我投入了在這個選舉 我都 就算我輸了 我都覺得 哈 來 撐下去 但是你撐到今天 怎樣呢 隔了一個多兩個月 怎樣啊 成班 我又只是看著 有時候聽王上達節目 都是抽水 主要 我覺得很無忍啊 我看 毓文做節目 我還是覺得他很積極 聽他的評論 我還是可以 我覺得毓文的節目 比之前好聽 好聽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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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說 我也還可以有 一些 提神的作用 但是接下來 那怎樣呢 做些什麼 搞些什麼 你除了 是不是真的學 選舉完第一集 我們說的 先等死 是的 我現在 我現在 又不是等死 我現在 學國師說 我們現在 潛伏 先 裝備一下自己 裝備一下自己 順便我監察一下 還有這段時間 你根本什麼都做不到 不要說什麼大型抗爭 什麼什麼 裝備好自己 找到你的錢 充實一下自己 到時候有些什麼 你儲好能量 有些什麼幫忙就盡幫 誰知道就是這樣 是這樣的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這個是抗日持久的戰爭 包括港獨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抗日持久的戰爭 還有陳浩天 我們還有很多 我們還有很多 我們還有的 好 加油 本來想著沒有什麼 突然變了很多事情 最近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 因為香港人本來很喜歡去旅行 你看到你的Facebook 永遠都不知道什麼 永遠都在去旅行 其實我之前 我忘記了節目有沒有說 我之前跟我老婆有閒談過 關於旅行的事情 就是關於我們的慾望 我們小時候可能去旅行 想見落雪 那就真的要存錢去 飛去一些落雪的地方 有些地方很想去的 你想去哪裏 我想去哪裏 以前小時候也有這些幻想的 但是現在人們去旅行 看哪裏機票便宜 我們機票便宜的就去哪裏 現在的慾望 反而不是自己 出於自己 但你又巧合得這麼巧 我相信不會有人不喜歡去日本 但最近去日本的機票 很多很多人便宜 但其實你總有一個地方 是自己很想去的 即是類似實現自己的目標 就像我這樣 我很想去雪山 即是我三十多歲的人 才能實現到這件事 即是真的可以踩到雪上 這樣自己很開心 但現在的人 我覺得可能太容易 就少了一種追求的感覺 我不知道 其實台外話而已 即是我說去旅行 即旅行的意義不同了 大家可以聽聽陳以貞的旅行的意義 哈哈哈哈 回到這個正題 我想說這個空管系統 最近這個空管系統 發生了一些問題 在15日 星期二的時候 有飛機在雷達消失了 達到長達12秒 而且這些事故 在同一天裡發生不止一次 12秒 根據飛機的速度 12秒大概可以去到2、3公里左右 即是2、3千米 別說飛機了 你閉上眼12秒 你閉上眼12秒 你死了 在記者會的時候 文行處處長就說 其實他說 控制員是可以目測到的 是 我也相信 是 但是你控制不到 即是你目測到飛機 但是對面的飛機 目測不到這裡有架飛機的 是 如果看到飛機的時候 就已經危險 其實這個空管系統 是新運作的 這是新的空管系統 運作第一天 就已經有一架 有兩架飛機 差一分鐘就撞 差一分鐘就撞 嗯 這個是爆料人說的 是嗎 一分鐘 在記者會他也有說 他也有提到 即是真的 根據這個空管系統 是新的 因為舊的之前那個 就已經用了很久 由八幾年開始用 即是九十年代開始用 到現在 剛剛今年才開始 舊的系統會放在這裡半年 如果這個系統有什麼問題 就用舊的系統去重新 是 他說Restart有一個小時 即是可能要停飛一個小時 死我 要停飛一個小時 但是這個新的空管 我相信大事比佔中 嘩 香港停飛一個小時 香港停飛一個小時 那些多少港珠暴動 真的暴動 那時候是港獨在網 是啊 起碼機場獨立先走 接著就放出來打 不就是要走 不就是要走 這個新系統 這個新系統 就叫做AT3系統 總值4億8千萬元 因為民航署要額外 向生產商多7千萬 作為培訓 應對小組 那些交通 生產商在哪裡 生產商是一個叫女神公司 女神公司是美國的 但這個系統其實有很多問題 連印度的猛買機場也不用 買回來也不用 因為問題很多 但是香港也照用 然後在今天上了電台 可以說 其實類似的情況不只發生過一次 是發生過好幾次 還有好幾次的長度 即是飛機消失的長度是多於12 雷達訊號消失的多於12秒 其實是一個很危險 很嚴重的問題 當然是危險 很嚴重的問題 根據雲海截錄電台所說的東西 就是民航署副署長蔡傑銘說 譚文豪說這個新系統 飛機消失了12秒 然後港台就找民航署回應 然後拒絕了回應 然後報完新聞之後 新聞署民航署副署長 又打電話來回應 他又說 就算雷達看不到 但是相關人員可以目測去保證安全 如果可以目測到 就不用用雷達 那如果民航署的職員目測著飛機 不是民航署 而是機場管理塔 說管理塔的職員目測飛機 那如果飛機消失在你的目測範圍呢 但是顯示不到 沒有語境 其實到時應該解僱了 然後主持人問 究竟整個系統有沒有指標 副署長說 太多指標內容 在不同的環境內 有不同的指標 那主持人問回 當日發生的情況 環境和時間 副署長一樣是知不知對的 即是沒有指標 原來上星期一到現在 即到今天 除了12秒消失 其實發生過很多 4秒、8秒消失 副署長也說 這是正常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威脅 接著又說 新系統的啟用之後 有沒有試過消失過12秒以上的個案 副署長說是有的 主持人問 上一次舊系統的時候 有什麼時候發生呢 有沒有發生過這些事 副署長就說 很難查 過了這麼久 其實都已經查不到 即是沒有了 這些新系統 其實和現在香港 我當作交通系統 其實和現在香港的地鐵都 不妨多樣 相似的 我相信越來越接近 即是無逢接軌 哈哈 但是這個空管系統危險很多 危險很多 但他又把這個危險的程度說得很輕鬆 好像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不如說一個人的地鐵都壞地鐵 那飛機的信號出現問題 你經常乘地鐵都會有信號問題 但飛機一有問題 死了幾百人 其實根本是這個系統有問題 還是使用這個系統的人有問題 其實這個系統 你連買機場都不用 你就知道有問題 但他又死都要用 就是那個原因是 純粹是不信你而已 是 你說這個系統是否有問題 我們夠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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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不能證實 我們是講過效果 如果你說這個系統 可能其他國家是有問題 但香港用得很符順 那這樣就沒問題了 那你說在雷達消失12秒 可能真的是很難平常的 那我不相信你 是啊 我都是不相信你 不相信你是什麼 因為你告訴我是沒有事的 就是陳茂波跟你說沒有東西的東西 是一定是很硬的 就是這樣 真的 真的 嚇死我 所以他們是搞不清楚那件事 你怎麼說都好 我們是不會相信你 沒錯 而你說你這12秒是沒有問題 你可以找誰出來證實給我看 其實是有的 你是有辦法證實到 你可以有一份報告告訴我 12秒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我們也是不相信 問題是 他自己也不相信 問題是你做不到這份報告出來 對 連他自己也信服不到自己 說真的 你現在這麼大聲跟我說 12秒是沒有問題 你要記住 你不是在跟我說的 其實這句話 你是在跟全地球的人說的 是啊 12秒沒有問題 因為炒機不一定 上面那些不一定是香港人 是啊 人家都會來 中國人多 可能是中國人 那美國人聽到你這句 12秒也沒有問題 嘩 Fuck you Fuck off Fucking Hong Kong 你老闆 那就玩完了 但是 說到底 人家信不信你 你是做到這件事 但是 你現在跟我說 我就是不信你 是嗎 沒錯 而 你又很壞不壞 就算你現在有說到多不信 你有多危險 就算雲海現在跟你說多多話 譚文豪 是嗎 馬收視膽 是啊 馬收視膽 拿他的膽子出來做擔保 什麼東西都好 600元機票去東京 是第一時間禁制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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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不是又一次 你又一次去提醒了我 這個就是我覺得很無癮的一個地方 是啊 香港人永遠都是為先的 心存僥衡 沒事的 誰會這麼易中 12秒 你說我聽12秒在雷達消失 沒事的 我當然不信你了 那怎麼辦 嘩 九雅八咪去明古啊 就是啊 我買了明天機票去日本 下個星期去台灣 一樣而已 所以 你為什麼 變成那個機管局那個人 是不是機管局 還是民航處 民航處那個人跟你說 12秒沒問題 紀錄 沒有啊 沒有紀錄的 你信不信就別人走 為什麼 你買機票去旅行嗎 他會這樣問你 你是不是買機票去旅行 香港人真的沒有什麼骨氣 沒有啊 骨氣 骨氣也賺不到錢 骨氣也賺不到飯吃 剛剛我看新聞看到 港龍這條龍就沒有了 變成一個 國泰是綠色的 綠色好像魚翅一樣 港龍就變成 紅色魚翅了 紅色底白色魚翅 因為港龍一向都是國泰 現在才改變了十幾年 現在變成國泰港龍 哦 這樣呢 其實國泰的英文就是Café 要知道Café是為什麼 為什麼 蝕丹 蝕丹 為什麼會是蝕丹呢 因為曾經有一段時間 中國的英文名是叫Café 是啊 蝕丹人 蝕丹不是外族嗎 現在也是外族 蝕丹人 蝕丹人 蝕丹 蝕丹人 蝕丹人 你們有沒有看這個 金戎冥珠 蛇丟英雄傳 你們有沒有看 那為什麼叫蝕丹 蝕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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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蝕丹都蝕華 蝕丹不是蝕華 蝕丹的 蝕丹都蝕華 其實也是任你說 你覺得他好聽就受 那是 他想打壓你 我們拿蝕丹的旗次出來搞港獨 蝕丹就是 蝕丹 遲些香港人說 香港兩個字 可能都是蝕華 不說中國 你說香港 蝕華 那 我剛剛醒來一段這樣的新聞 話說魚蛋革命那天 年初一的警民衝突 有兩個男生 分別是扔垃圾桶出馬路和襲警 法官呢 詳細我不多說了 因為那四個字也足以震撼到我 就是說那個血流披面的男生 救猶自取 我從來都覺得在這個法庭裏 是一個尋求公平找真相的地方 尤其是這些刑事案例 刑事案更加 那我打你一身 你也要知道我為什麼要打你 那不是說我打你一身 你就抓我坐牢 那不用法庭 黑警做壞就行了 我昨天明珠台才播出特警判官 新特警判官 那裏是新的 不是施特龍 I am the law 就肥狗你 就啪狗你了 他有權這樣做 那現在你怎麼會 我猜不到就是 法官當你裁定一個被告 嗯 你襲警 那他被警察打到血流披面 救猶自取 我覺得這個 需要不需要另外立案調查 我都覺得 這個我還可以大家研究一下 但是現在已經不用了 一句 救猶自取 那就是什麼呢 即是現在這個法庭所帶出來給我的訊息 就是說 從今天開始 警察叫你走 你就要走 他叫你站 你就要站 你不要說合不合理 因為只要你問一句 表達一句 不合理的話 跟著下來的事 你就救猶自取了 嗯 是 那我不說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警察說 掉頭走 為什麼 徐虎 哈 你問得這一句 為什麼 跟著下來引發下來的 所有的後果 就是你救猶自取的了 不關警察的 嗯 我現在看到這個判刑 所帶出來給我的訊息就是這樣 司法獨立 沒有了 沒有了 正式宣佈 就沒有了 你說究竟他這個 救猶自取的這四個字 是不是為了這個政權而去說呢 我不敢說 我覺得法官本身 他說那句話 他自己沒有了 他有立場 是的 這個就是我那天說的 你完全忽略了警民衝突這四個字 是的 如果你 法官 判案 是秉住自己的立場 而落這個判詞的話 其實已經是違背了司法獨立這件事了 嗯 只是你 那個法官有立場 已經我可以宣佈 司法已死 還要不是只是打壓 我當是打壓抗爭者 一方的一方 我們看到司法已經是崩壞 你還要看到這些 柏洋申請保釋等候上訴被駁回 都是打壓抗爭者的一個例子 好了 因為整件案根本就不嚴重到他那個地步 還要被人冤枉 對 就是我相信他被人冤枉 有了片 有了性能採納 另外 對著那些邱班警 那些黑警 的判案又怎樣呢 好像有個邱班男警 在猴山拿一支氣槍射猴 法官的判詞就說 不確定那隻猴山的尖叫原因 而判這個黑警 這個邱班警 是無罪的 猴山尖叫原因人 當然是不確定的 我喊救命的原因 你也不確定的 是啊 其實很多 其實你最近也是 你知道邱班警是香港最大的犯罪集團 不爭的事實 甚至乎黑警是最大的恐怖集團 有多少個判案是能採入 甚至乎是得到合理的懲罰呢 好像暫時近年都沒有什麼例子可以舉到 其實有一集 《律政狂人》應該是第二集 古美門律師有說過 法庭究竟是怎樣呢 如果法庭 現在香港就說政治就入了法庭 但那時候的例子是相反的 就是民意介入了法庭 哦 那時候一定會採入 但如果你這樣就違反了民意 其實我覺得這個就是 很好體驗到 究竟一個法庭 司法是不是獨立的 就是不看民意 不看政治 就是看證據 是 這個就是司法獨立的 就是他們判得對我們 對我心意 司法獨立 是 對我心意 不適合我們 助理 沒有獨立 司法 就像法庭判DQ 梁柚 那些親共團團 就說對呀 是公義 因為判得他們合他們口名,有公義 其實我們有時候也是這樣 我們就挪入了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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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持續的情緒放入案件中 但一個司法系統不應該這樣做 但有這麼說,我一時三刻就舉不出什麼例子 舉不出什麼例子 就是他判得合我心意 你可以舉外傭的例子 新移民居港權,雙非英 雙非英是建基於莊芬園外的 但以法律來說,所以就要有修改憲法 因為他真的有存在流動 所以為什麼要全民制憲呢? 不無原因 就是希望這個 就算你香港獨立,你也要全民制憲 誰說不無原因?黃宇文是鬼 又是說你,原來的原因是這個 修改憲法其實也是想一個社會比較公平 美國也會不停地修改 因為真的因時制宜 有些事情不合適,不合適就不合適 Facebook直播這樣,我直播著電視,英超 犯不犯法? 版權來說是犯法 但你這樣做其實 沒有條條例監管你 沒有條條例監管我 所以現在時代走得這麼快 其實修改憲法是必要的 即是你說什麼版權修改 要規管這個網路 其實是要做的 是 你做得倒楣 沒錯,你做得倒楣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不相信他 沒錯,你現在做什麼都不相信你 對,你做什麼都不相信你 對,你派錢我也不相信你 一定有陰謀 我先收了 對,收了 我依然不相信 我依然不相信 一定有陰謀 你說起什麼,我星期六 我星期日早上去吃早餐 我老婆問 是嗎?我星期六早上去吃早餐 星期六,我也要吃早餐 我老婆問,不如吃早餐 我老婆問,不如吃早餐 嘩,好離地 我去看,觀塘就沒有了 有的 接著我上去吃 接著我上去 這麼熟 做得很漂亮 做得很漂亮 一點都不像一個團體 那些餐廳 我再看一看,這裡是教聯 因為只是寫英文 接著我看到,叫教聯報 教師聯合 教育工作者聯合會 就是建制 接著一打開那份報紙 反港獨 撐斥 但是很漂亮 很漂亮 又沒有人 環境又好 因為高 在一幢新的商業大廈 差不多頂樓 很漂亮 接著我老婆問,這些東西都不貴 我說,是的 建制有很多錢 接著她問我,你需要走嗎 我說,不用 反正都是我的錢 我當然要吃盡她 有些餐廳說 慶祝取消資格買一送一 是的,車仔麵 大家去吃 吃到破產為止 如果她沒有標示買一送一的話 你問她 老闆,不是買一送一嗎 是的 我覺得大家不用背割她 不用背割 我現在去到這些 很多這些 現在很多這些 我發覺現在越來越多這些 親建制的機構 去做這些事情 你去到那裡 你完全不覺得她是一個建制的地方 但是 反正錢拿了我的錢去洗 那當然要吃盡她 但是最後你還是要付錢 當然我要付錢 但是便宜了 便宜很多 便宜很多 但是好吃嗎 好吃嗎 O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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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 避溝油 最後 台灣又在討論同性婚姻的問題 是呀 是呀 愛家盟 互家盟 是嗎 其實 因為我開始發現 你說同性婚姻這件事 其實是否主要都是 即是基督徒與 支持平權的人的糾紛 其實 我可不可以很簡單地說 如果輿論來說 就是 但是實際在社會上面 用整個社會層面來說 有些保守DJ都應該反對 那是 你問你爸媽都應該反對 問我爸媽都應該反對 不是的 你問我爸媽她不會反對 但如果我告訴你 我是她會反對 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 因為 這個很直觀的 這件事 我相信 如果你把這個議題放在香港 我相信大家都會這樣 你身邊更加有一個朋友 會是Gay或是Less 是嗎 是嗎 你不會抗拒和他做朋友 他要不要結婚 可能你也沒有反應 但是如果發生在你家人身上 可能 阿哥 可能我們這一代又好些 因為我們這個年紀 如果是Less或者Gay 他們都不介意給人知道 其實 你不像 上我們一代的人 他們是很保守 他們是怕被人知道的 對 去到我們這一代 他們都不怕了 你在街上看到兩個男人拖手 其實已經很見慣不慣 開始習慣了 那時候我第一次見到兩個男人拖手 我覺得 兩個大隻小孩拖著 好像有些 你就是大隻小孩 哈哈哈哈 有些好像 我自己不是不好意思 你會覺得驚奇 你會覺得望是因為少見而已 現在真的覺得沒什麼問題 你慢慢見到兩個男人拖著手 在你旁邊走過 你會覺得沒什麼 去到今天 你的心都依然會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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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正常的 我不是經常見的 但若果是你的兒子 這個會成為一個關口的肯定 我肯定 我兒子16歲了 他跟我說 爸爸 我喜歡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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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問題 喂 你又發覺那些從很多的報道裡面 他都沒有很著意說這個是基督徒和沒有宗教 這個好像是 他們很避開宗教信仰這個問題 其實那個叫做 胡家盟 愛護家庭聯盟的組織 他也是 以我所知 好像沒有宗教 是嗎 沒有宗教 梁美芬有這樣的組織 你說他擺不擺宗教上台 不是 梁美芬當然是擺宗教上台 就是 但是 據我所知 宗教這時候就變成工具 其實 據我所知 他都有 是基督教團體反對的 是 都有的 不是沒有 就是都有 不過就不是 好像香港那樣 明光社主導 哦 ok 那 我覺得這張圖 寫得比較好 這個神像 其實這個是聖母像 還是耶穌像 這個耶穌像 好像是耶穌像 耶穌像 我只是想說 周鼎關你什麼事 哈哈哈哈 我今天也有 不是 那你也不要這樣說 因為與此同時 周鼎都這麼說 那又關你什麼事啊 那這件事就很無人了 對吧 我想說的 不是 我們著眼的點 不是說關不關你什麼事 而是 究竟你說的那件事 你有沒有點心 而且他不是說錯話 胡家盟 為什麼我說沒有宗教 沒有宗教 沒有宗教 不是宗教團體 原來胡家盟 是一個 很多很多宗教團體 加在一起的東西 哈哈哈哈 我就說 梁美芬他當然這麼說 他有什麼呢 有道教 天主教 基督教 統一教 一貫道 天地教 邪教 我不知道什麼教 不懂 聽都沒有聽過 不懂 OK 今天都有 對 耶穌像 他有一張圖 這裡這樣寫 明明就交代過要好好愛人 你這群王八基督徒 卻只會想方切法 不斷的製造仇恨 其實就是這樣 我們剛才也說到 時代不同了 科技不同了 有些修憲 是你一定要做的 不是你怎麼追上這個時代 我覺得是同樣的 時代革命 是的 2000年前 2000年前 大家還是一個保守的時代 原來這個 這個 胡家文也挺厲害的 他試過針對波多野傑 意幼遊卡事件 胡家文發表新聞稿 誓不兩立啊 我跟你 你欺負我 波多野傑 你的私怨 不是 公仇 私暴 是的 你到今天 你的時代不同了 很多事情都不同了 那你某程度上 你要 你要有一個 改變的 是吧 問題是 你不要放棄你的原則 愛人是你的原則 你的宗教原則 是吧 愛世上所有的人 是你的宗教原則 是吧 你不能夠說 因為 我 我不同意這個性取向 是吧 我就要去 做宗教的名義 去做這個 那當然了 我不讓你愛 是的 我不讓你去愛 那你也不能夠跟我說 不是的 我愛你 我才阻止你 那這些 這些也是bullshit 有篩選的愛 是的 你 一定要異性才能愛 有篩選的愛 說得不錯 所以 你說 你在整個討論裡面 我覺得 你說台灣願意走出這一步 那他現在 暫時 是 俗於這個 什麼 是 公聽會 去搞公聽會 我想問一下 其實 蔡英文那些人 有沒有一些 反同的基督徒 嘩 你要問這個 你問這個 愛加盟 但我起碼 我可以肯定 周浩鼎 這些人是不是 含家產 純秋水 是吧 還沒有表決的 還沒有投票的 還沒有投票的 現在純粹是公聽會 還沒有投票 那你叫人反對嗎 就是 守護香港 什麼什麼 守護這個價值 家庭核心價值 如果台灣通過了 你怎麼辦 你不要抽一場死 你這個混蛋 你夠膽與全台灣為敵 你真可惡 熟悉 那些人說話 又不驚大佬 沒有啊 沒有啊 你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歸邊都不是這個時候 含家產 歸邊不是問題 你的歸邊也有質素 誰來的 三上有 其實可不可以拿回王國興 換回周浩鼎 等於我可不可以拿回李出仁 換劉小禮 不是啊 正常一點 楊鵝橋 換劉小禮 楊鵝橋 楊鵝橋 楊鵝橋和劉小禮是同區的 那你都要找 南國橋啊 他怎麼搞的 楊鵝橋你的名字都讀錯 兩個都叫橋仔 我好容易混亂 每次都忘記了 楊鵝橋 兩個都叫橋仔嘛 可能去選 那不知道 兩個機果是甚麼 差不多了 還想說一下日劇 說沒話說 最主要我想制止你 因為我沒有看過 我也沒有看 不要緊 看了再說 看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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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少許ViuTV 他有播過甚麼直美語 加內子 加內子 是 哇 內田有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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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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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田有幾 後來 你沒事啊 兩個不同 類型 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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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田有幾 是有少少 個性 是 大家不同 類型 殺老公 所以要看 所以要看 這裏挺好看的 作為一個警惕 怎樣都撼動不到我公其葵的地位 我現在 新門之一 很可愛 一早就說 我不相信 我這樣看 這個蟹都很可愛 但現在 可愛程度 達到巔峰 真是 巔峰 真是 真是巔峰 都是做人的老婆 是 假老婆 也挺好笑 有新門結衣做你假老婆 你老尾 是不是 我就是跟你說 說 新門結衣強姦牧村託災一樣 這不是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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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 你說 怎麼勞氣 當然是勞氣 你說 當年 松龍寺和牧村託災很合理 是吧 但是其實 你想想 當初 還有什麼 松龍寺 有第三種 是屯紀鄉 那當然是松龍寺 神經病 只有郭富城才選 現在郭富城也不選 中國城也不選 由日本城 又中國城 真是 浪費氣 好了 下星期見 拜拜